青春點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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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and the Bali的青春點點點 繼續來回信 大家還要持續寫信給我們 來信請寄到台北市羅斯福路 二段一百零二號二十五樓 飛碟電台 Mark 信箱收 感謝你 小G的來信 剛從澳洲回台 就得知兩位 要和青春點點點 一起畢業的新聞 心情非常的震驚 這些年來 有你們在空中相伴 讓生活增色增色不少 好多人去澳洲打工 超多 有時更是心靈寄託 對於兩位我最喜歡的主持人要離開 感到非常不捨 希望你們都有好發展 也能心搶事成 謝謝I love you 他附上這一條 我沒有看過耶 給我一個看看 是一人一個啊 蜂蜜木瓜玫瑰果護唇膏 Pow Pow Manuka Pow Pow是什麼啊 對啊是什麼啊 Manuka 我只有我除了護唇膏 Lip Lip Bomb Bomb之外 我其他的籃子都看不懂 對啊 謝謝你 但他應該就是護唇膏吧 謝謝你 謝謝小G 上個段落呢 提到了業配這件事情 今天 幹嘛你要置入我 我有一個業配 你有個業配在這裡面要弄 我不知道在這裡面弄 但是就是我收到了一個東西 登登登 是不是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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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出他是誰 可以一定才是馬克 我看下面是什麼 不能寫他的名字喔 就是他那個啊 公關公司跟跟他的電話地址 什麼鞋喔 是鞋子 你不會是收到 你要猜是什麼嗎 欸 你本來以為是NIKE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那個什麼啊 看那個星星就知道啦 我知道是誰跟你聯絡的 誰 就是他應該也有私訊我吧 嗯 對啊其實是本來就是我們的典友 對對對 你挑哪一雙 你怎麼沒有緊張我們會不會挑同一雙 挑同一雙也很好啊 嗯 什麼 怎樣 你挑哪一雙 我後來挑了其他款式的 他給了你多少八個 對不對 因為他給的是目前最新的款式 就號稱他們的鞋墊 鞋墊是用NIKE的鞋墊 之類的 那個單字的鞋墊 然後就是他們最新主打的 開箱 可是呢因為我個人是一個 我從小是穿converse長大的好不好 所以你喜歡舊的鞋墊 然後我就 就對我來說追求鞋墊是其次 追求我所沒有擁有的converse的外型款式 是我的最高準則 然後我本來就已經有物色好就是 因為我converse真的太多了 然後多到我現在就很少穿它 最近打在鞋位就看那麼多 所以想說 心裡是有一股 就是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感覺 但是我就想說 要是下一雙我還要買converse 我已經想還要買什麼 所以我問他 然後呢 他就說 好啊我再幫你釣釣看有沒有 所以今天的開箱文 我要當一個紅鞋女孩 整整我紅鞋女孩 紅色就是很難抵擋 喔是喔 真的 而且這個款式就是要高瞳更好看 整整我 對 我今天要當紅鞋女孩 好 然後 因為是認真的典友 所以就 他就真的在裡面附了一封馬克信箱 好貼心喔 我看下面那個墊子 我看那個鞋墊怎麼樣 你說Chuck Taylor 加了 Nike鞋墊 到底有什麼了不起嗎 因為的確 以前他們的墊子是比較硬的 沒有想到 馬克信箱 也有業配啦 就是比較軟的嘛 對但是我沒有拿錢 好的 欸有新鞋穿很開心欸 快樂啊 哇你這大腳婆 你可以再說我是大腳什麼 婆 誰是婆 你說這幾號啊 這二十幾 這什麼啊 什麼號碼啊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吧 天啊你穿了 我是要看Mans還是看UK啊 都是一樣 不一樣的記號系統 好大喔 10.5吧 對啊 而且Converse本來就做比較大 親愛的馬克瑪莉你們好 請原諒我用如此娘泡的信紙寫信 給你們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TB寫字了 這信紙是我小學時候買的寶貝喔 然後我寫到這邊手已經痠了 他只寫四行 太快了 但我會加油 我的房間有一台收音機 它唯一的用途就是聽青春點點點 這個打開收音機的動作 我從國中一直做到現在 剛畢業 自從結束的那一天起 我就再也沒開了 收音機也可以丟了 還意味發現 晚上凌晨 Always有貓叫春的聲音耶 以前都會被你們吵鬧的聲音蓋住 現在卻格外清晰 我比較想 我比較想聽你們叫 而不是貓叫 嗚嗚嗚 嗚嗚嗚 他的意思是想聽我們叫春吧 好 噢 到底是誰啊 我媽啦 大皇宮 這次要跟你們分享工作的事 你這個好像惡搞喔 那是因為你的腳太小了吧 你的腳大到現在惡搞 轉過去拍給大家看 這很像是一個番茄醬的瓶子在我的腳上 這很像去比如說Compass工廠參觀 然後一些特殊Size 這就是普通大鞋阿 你腳真的有這麼大嗎 有阿 你的人生可以踩得很穩耶 你拍好了沒 拍好了 好 經過我的加持 怎樣 腳臭 要拍應該拍剛剛那一段吧 聞腳臭的 然後他說 畢業不到一年菜到不行的新鮮人 本科是中文系 說來慚愧 能跟中文系扯上邊的 大概只有我國中當過國文小老師而已 由於本人是朋友口中的小劇場王 當時只是為了聽媽媽的話 因為想要我留在台北 所以選校選了中文系 當時就是說抱著 想抱著書的中文系妹阿 什麼意思啊 當時想 抱著書的中文系妹阿 好像很有氣質 但是那一切也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我有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覺 我們系上的教授 平均年紀都已經頗大 可以當我的阿公的那一種 有時候他們呢喃的聲音真的超級助眠的 應該可以治療失眠的人 每次上課 我在半夢半醒之間 只要呢喃的聲音突然停止 我都會趕快抬頭看看教授 很怕他們突然出現什麼意外 說實在的 台北的大學生活真的滿無趣的 因為多數人都住家裡 都無法轟轟烈烈的玩 我還是認為我青春年少的精華 是在國高中時期 想問馬克馬力 如果人生能回到某個階段 你們想回到什麼時候呢 沒有欸 大學吧我 好了已經偏題 其實我是想要聊聊新鮮人的職場 甘苦談 剛畢業的我不知道哪來的靈感 跑去Chanel當彩妝櫃姐 一剛開始我很興奮喔 而我被分配實習的地方 還是信義A8那邊 感覺好像信義區 就是個光鮮亮麗的地方 但到後來我只要到那個地方 心情就差到爆表 最不能理解的是學姐學妹智 我當然了解前輩有許多 值得學習的地方啊 但其實某些 視力一點 專挑新人 什麼 下手 攻擊 陷害 打壓 霸凌 新人 起酒夜 我這個這個字 新人欺負的學姐 我實在不覺得 有哪裡值得尊敬 而我一向都保持著 敬而遠之的心態 跟我同期一起進去的新人 一起抱怨誰怎樣欺壓我們 他們都覺得我沒有被針對 但其實我只是想盡辦法 不要與他們有交集 去廁所還成為我最大的樂趣 很快的我就發現 這不是我要的生活 能學習的事物也有限 而我開始瘋狂投履歷 找行銷公關的工作 但其實我什麼都不懂啊 就是一張帶教育的白紙 正當我覺得我可能只能繼續面對週年慶時 上帝開了一道門 我到了負責國際知名休閒鞋的公關公司上班 我們公司也有負責勾勾勾的業務 雖然很多事呢 我都還在學習摸索 但是我很開心 找到自己想要的 我也想勉勵現在跟我一樣 剛畢業的大家 找工作真的是緣分啊 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求職的路上順順利利 阿妹 換我 Yep 這封信看起來像個卡片啊 我要來穿鞋了 我要穿鞋在錄音室Dancing 欸 這是當年的合照耶 他寫出來給我們還做成的明信片 所以你將來可以從 你可以寄你自己的明信片給人家 WOW 那這是誰 就沒了耶 就只有兩張明信片 給我們的明信片 怎麼可能 Thank you 有啦 差點罵髒話 還只有一個愛心 這個是誰 板橋 黑馬的來信 現在還會只有愛心的人有夠厲害 你不會嗎 不會 嗨馬克馬利 不管生活中酸甜苦辣 深夜時刻 總是讓你們的聲音陪伴入眠 3月7號 是既難過又不幸的日子 既難 想當然你們的不捨遺憾 應該更深 我有種不相信發生的感覺 12年 青色的歲月 要結束了 在這權利 與利益的現實社會 要好好說內心話 感覺很難 有這個平台 讓點友回到屁孩時代 青春時代 說了自己的故事 不管喜怒哀樂 像個久違的朋友一樣聆聽 覺得很安心 但就像瑪莉說的 不可能一直坐坐坐坐坐 坐下去 即使點友很想很不捨 但還是謝謝過去那段時間 你們辛苦了 真心感謝 咦 各位 怎樣 要點開你的YouTube 另外一個歌曲點播了嗎 她想要點播小幸運送給大家 她覺得呢 認識馬克馬利是點友的小幸運 謝謝你們 陪伴珍惜點友對你們的愛 然後兩張明信片她洗出來給我們 當作紀念 這是一個感動的時刻 謝謝你 欸 我鞋還沒穿完欸 好慢喔 我不是穿鞋而已 呃 我這封也好厚喔怎麼辦 我要挑 我要試著要挑軟的吃 欸 我先回這封好了 這什麼啦 好 這裡面是磚頭是不是 殺人啦 瑪莉畫的圖很可愛 所以從臉書粉磚跟歐油點點點 把他們描下來變成印章送給你們 這麼厲害 真的是我們的人頭欸 人頭印章 我看我看 唉唷 好酷喔 好強喔 小尼的來信 尼克的尼 尼克隊的尼 親愛的馬克 瑪莉 嗆嗆你們好 你好 自從妹妹在我們國中時發現點點點開始 我們晚上就常一人一邊耳機聽你們的節目 每次聽你們聊天都會笑到肚子痛 但那時候的我很不會熬夜 常常聽完第一個小時就撐不下去先睡著了 因為中間整點新聞好催眠 從以前就很想跟你們互動 但因為那一項一直不敢callin到電台 想寫心又猶豫半天不知道寫什麼比較好 後來過了好多年 終於在西門丁熊本意賣那一次 見到了瑪莉跟強強本人超開心 跟大家一樣沒想過青春點點節目 結束的那天會來的這麼快 當天晚上沒機會到現場感覺好可惜 還好馬克信箱還在 所以這一次我一定要把信完成 在你們收到我的信的時候 看到這種又在述說自己開始聽節目的過程 還有緬懷點點點帶給自己多棒青春回憶的內容 你們可能覺得膩了 可是我還是想跟你們分享 也很期待希望來得及聽你們把我的信給念出來 最後希望你們會喜歡我的禮物 祝福身體健康天天開心 心心想試成財源滾滾來 謝謝小禮 OK OK 你是不是要去看醫生啊 你那風很厚 那今天馬克信箱難道就要在 還是我們就是每一集的馬克信箱 都會突破一點點突破一點點 什麼叫突破一點點 所以第一集可能45分鐘 第二集55分鐘 然後第三集又多一點點 又多一點點這樣 這一週應該會小一點吧 為什麼 因為現在這根本就沒有到55分鐘啊 現在還沒有到55分鐘 現在還沒有到55分鐘 吃得比較壞 你也差不多欸 啊 再見再見啦 再見